中方高度关注有关报道 日本政府有责任对相关报道给出令人幸福的解释 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也应该做出回应 事实上报道加剧了国际社会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担忧 人们有理由质疑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工作组最终评估报告的结论是否公正客观 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核污染水排海关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不是日方一家的私事 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关切 停止强行推动排海计划 切实以科学安全透明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并接受严格的国际监督 中方希望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秉持客观专业公正的原则 充分尊重和采纳技术工作组各方专家的意见 拿出一份经得起科学和历史检验的评估报告 不要为日方的排海方案背书 国际社会将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